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跟各位同学这个讲解一下我们103年期中考的第三题 第三题的题目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呢输入一个总价 比方说买东西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原价 然后呢,但是呢,它可能有一些会员 那我们根据会员等级呢来付款 那会员等级呢有V,A,C 这三个等级 那V这个等级呢,它是打八折 A这个等级呢,就打八五折 C这个等级呢,打九五折 那这个很明显呢,就是要考你这个switch case这样的概念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嘛 好,这是第三题 那我们要宣告的变数呢 有两个,一个是cost 就是你的总价 第二个呢,是你的等级 grade 好,那这个grade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字元 它是一个字元 因为这个V啦,A啦,C啦都是属于字元 好,那总价的话呢 我们给的是一个整数 给的是一个整数 OK 所以呢,在这边,你输入一个会员等级 这个会员等级有大写 V的话,同时要处理大写跟小写 然后总价,用这个scanf,用%d 然后呢,这个grader呢,是用%c 那这里之所以会有一个空格 那这里之所以会有一个空格 是因为当我们在写那个选单的时候 你选择那个选单之后按Enter 你如果没有这个空格的话 它这个%c就會读到那个Enter 而不是你真正输入了那个会员等级的英文字母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当你有这个 输入了会员等级之后 你把它存到grade 我们就要根据这个grade 去做一些判断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 就是用switch case的方法 所以我们switch呢 这个grade的这个变数 然后case呢 因为小写的V跟大写的V 是做同样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你可以把它写在一起 很多同学还写什么all 或什么都不对 那两个case之间如果没有break的话 它就会直接这样执行下去 所以这个小写跟大写 A也是小写跟大写 C也是小写跟大写 那最后要有个default 去处理不是V不是A不是C的情况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cost呢是一个整数 那乘以0.8之后它会变伏点数 而且会出现小数点 可是我们列印的时候 不希望它小数点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伏点数呢 把它转型为这个整数 那这个是强制转型 强制转型 强制转型就是 你算出来的结果 然后用一个小括号 里面用这个它的资料形态 这样就可以做资料转型 那资料转型呢 它就会变这个 这个所谓的无条件 这个捨去的动作 所以各位看一下 这个92呢 如果你去乘以0.8 它会得到73.6 73.6 但是你用强制转型的话 它会把无条件捨去 再加上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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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做强制转型 那基本上它就会做到 这个四捨五路的结果 OK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三题 第三题 基本上就是 考你switch case 这样的概念 然后两个 不同的这个 两个case呢 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之后 用这样的方式来写 好